据黄泉王9月3日报道 日本首相菅一伟在自民党党内会议上宣布 他不会参加即将到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这意味着他事实上放弃寻求连任首相之位 对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一时间表示 不对此非常遗憾 但他的这个决定是为了自民党 进而是为了日本着想 菅一伟的总裁任期即将于9月30日结束 在此之前自民党需要选出下一任总裁 虽然目前自民党的支持率只有30% 但其竞争对手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支持率 仅为各为数 所以自民党的选情虽然不乐观 但仍有可能成为最大政党进行组合 若是自民党在此次选举中胜出 那么新选出的自民党总裁将成为日本下一届首相 日本前外向岸田文雄当选的可能性最大 此前岸田文雄已经确认竞选自民党总裁 并提出了包括如何控制疫情在内的一系列施政纲领 外界预计接下来还会有其他自民党党内人士宣布参选 比如现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前盖市长石破茂等 不排除会有黑马出现 但从目前来看 这些人的竞争力跟岸田文雄仍有一定差距